會有一個虛線往右 然後再往下 碰到這個點有沒有發現 要同時出現的時候就表示我們 有沒有碰到這兩個點 兩個點要同時出現 就點下去 這樣就好了 特別注意是兩個 我再做一個舉行 碰到這個四分點 然後再往上 那往下兩個點都出現了 一定要兩個都出現 點一下 再出現他點一下碰一下 兩個都出現這樣就可以了 最後這個比例不正確 所以我們可以用什麼 比例 這邊有個所謂的比例 比例按下去選取物件 按Enter 接下來的話基準點我就選這個 左下角這個基準點 特別注意 這裡要輸入什麼 R 有沒有參考Enter 先輸入舊的長度 舊的就是現在 這一點 左下角到 右下角這個舊長度有沒有 然後新長度是多少 90 Enter 這樣就好了 這樣子的話 底下就剛剛好會是90 這一點要特別注意 我再示範一次給各位看一下 第一個就是 先 比例 然後選取物件 比例 然後選取物件 物件就是這一個 Enter 基準點左下角這一點 然後輸入 R Enter 這個地方的話 參考長度就是 這個到這個 舊的就對了 然後再來新的就輸入90 Enter 這樣就可以完成 我想這個部分的話 你們試試看 把畫面還給各位 來吧 我們來看 吧 我們來看